新北市有屋主连续一个多月 每天的家门口都被人摆了一朵白花 这屋主觉得触眉头 也担心恐怕是女儿的追求者在骚扰 而这一回是终于逮到对方的屋主 当场暴弃把人打得浑身是伤 甚至还对着白花男子来提告恐吓罪 就对方或判不起诉 反而自己是因为动手被判拘役20天 短裤男子走到这户人家 蹲下来放一朵白花随后想走 屋主冲出来拦住他 接着不断攻击简直当杀包 刚好儿子也回家了 父子俩一起动手这么生气 因为家门口的白花 已经连续出现一个多月 被打男子解释 在这里摆白花对他有特殊意义 不过屋主无法接受 让他跟家人担心人生安全 白花一般看是不会忌讳 如果家门口会每天这样放一朵白花 他当然会好像触眉头吧 爸爸误会是他是追求者 大家说检察官认为 白花男子并非恐吓不起诉 倒是以伤害罪起诉屋主父子 法院都判拘役20天 记者刘松林无上线 新北市报道